马可福音六章四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 耶稣在外地讲道 医病行神迹等都会令人感到惊讶 但是在自己的乡亲族人面前 却常常不被尊重 主耶稣感叹 先知在本地不受尊敬 于是没有行什么异能神迹奇事 就到了周围的乡村继续教训人了 主耶稣在家乡并没有行什么神迹 只医治好几个病人后就离开了 这里用耶稣不能行什么异能 来代表耶稣面对不信的人群的反应 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能力 不能受人的不信所影响 所以这个不能应该不是能力上的不能 而是因为人的不信而不能做什么 那些对主耶稣有怀疑的人 例如法利塞人 主耶稣不会让他们看见神迹 因为给了他们 他们也不会相信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神不做工 而是人不相信他能做工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因着名气身份地位 来看神的仆人 要相信神可以透过那些无知的小民 耶稣的门徒来震动当时的世界 神今天也可以借着一个在你身边的无名传道 彰显他的大能